有些病,需要处理好鬼神问题。 作者,福安谷观音阁。 一师兄小孩发烧,要打退烧针,怕烧坏了。 我说不用的,就买小柴壶颗粒,泡开水喝下,让他发汗,然后就好了。 用热水敷脸和额头,不要用冷水。 因为他有次发烧,去问神,神说是往生的人来找他,他就发烧个不停。 晚上就给他的冤亲债主念念经,后来慢慢烧退了,也就好了。 这个做法,给大家参考,以后小孩子发烧时,如果反复的,就去念念经给他。 以前的中医,有污的性质。 小孩发烧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自然的,烧一下就好,烧一次尝一次个子。 发烧是身体在排毒,小孩能量足,能烧起来。 大人没有能量了,只能发低烧。 还有一种发烧,就是非自然的,反反复复,这个情况,就是不是吃药打针就好了。 这里面,可能有信息体受到干扰。 不管是中医,西医,道医,还是藏医,都注重对色身的研究,就是研究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西医走的是希望通过可以看得现的方式来研究身体,就有了细菌,细胞这些微观的。 那中医呢,研究的比较整体的。 中医最重要的理论,就是阴阳五行。 但其中,也谈到了人体的魂魄,意志,心神等问题。 中医说,人体有魂魄,因为魂魄才能称为人。 魂魄都具备了,就是人。 人有三魂七魄,共十个信息体。 那如果只要一个魂或者魄,不在体内,那人就容易发烧,尤其是小孩子。 以前农村,小孩子发烧,夜里啼哭,有一种方法,叫做收精。 在土地神面前,烧纸前,念小孩子的名字,把他的魂魄给喊回来,喊回来后,发烧就好了。 那学佛后,就要念念经,给他的冤亲债主,他的病就好了。 我们不要把他当成迷信。 人类对自身的情况的了解,远远不够,我们太相信可以看得到,听得到的,不相信看不到,听不到的。 再比如,一碗食物,下施给鬼道众生后,再吃,他就没味道了。 你想看,这一碗食物,都是同样的物质,为什么给鬼道众生吃了,我们再吃就没有味道没有营养呢? 那中一讲的,精气神被吸走了,看上去是食物,其实是废弃的渣子了。 你说,人眼看到的,是真的吗? 佛开是有十法界,不仅有人,畜生,还有地狱,恶鬼,有天人,有修罗,还有佛菩萨,罗汉,都有的。 人和其他法界,都要和平共处,不仅是人法界的,还有动物法界,鬼神道法界,都要和平共处。 禅宗很注重这一块,上册锁前要弹指,砍伐树木前要先祭拜三天,动土前要上土地攻,这些都是和鬼神和平共处的一个表现。 在一切非洲等边缘的地区,他们有一种观念,认为万物都有灵,石头有石头神,树有树神,河流有河流神。 这个和大乘佛法也是相吻合的。 因为到处都有神,所以他们对环境,对自然,对宇宙就有一种敬畏之心,不会破坏环境。 这个敬畏之心很好,人对天地宇宙,就应该存住敬畏。 在比如鬼法界,有次,有个鬼跑到一个小孩身上,他十多岁,有些天眼,他看那个鬼,很丑。 然后我就给他在菩萨面前念,难无妙色身如来。 给他洒干露水,念住念住,他再一看,那个鬼变得很庄严了。 你看,鬼法界和人的法界不同,对外在的感知也是不同的。 所以佛经说的,念佛号超度他们,是真实不虚的。 这是佛菩萨愿力的加持,人有心念道,菩萨就道,那鬼道众生就感应得道。